哇 我看见一只马会飞耶 那是一只天马 它还可以带你去环游世界呢 天马旅游拥有自己的豪华巴士车队 多款美加豪华巴士团 南美 欧洲 亚洲 黄牌 中国团 和豪华游轮团系列 无论想去哪里玩 想找特价机票 批发货零售 天马的专业服务团队一定能帮您 好玩呢 我以后都要跟天马去旅游 天马旅游 博览全球 为协助中国艾兹孤儿 让他们能够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 假期旅行社推出 十天云南世外桃源慈善爱心之旅 除了可以畅游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 昆明 香格里拉 大理等名胜外 更会以团友的名义 于团废中拨捐一百家园 与加拿大制行基金会 由云南做善事一举两得 假期旅行社总裁岑绍伦先生表示 作为社区一份子 假期旅行社一直都希望能够回馈社会 这次很荣幸邀请到加拿大制行基金会 爱心大使随团出发 也希望借着这次的机会 为加拿大制行基金会筹款 为中国艾滋病孤儿们出一份勉励 让他们能够获得重新接受教育的机会 同时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带出一个积极的讯息 让社区关注这一群被遗忘的孤儿 并施以援手 十天云南世外桃源慈善爱心之旅 将带领各团友游历云南各省名胜古迹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有个新闻八部会 欢迎我们今次的十天云南慈善爱心之旅 今次很荣幸地邀请到康祥小姐 和香港智能基金会和我们一起合办 也希望借着这次的机会 会计社会 希望大家多一些热心支持 让我们可以为中国一位小朋友做到更多的事情 会在团费当中捐出一百元 给智能基金会 另外就是说 智能基金会也会发出一百元的退税收据 给参与的人士 以往如果曾经在智能基金会 有任何捐款的话 他们也都会 我们也会再减多一百元给他们 加拿大智行基金会爱心大使表示 成为大使后 第一药物是希望能够亲生到 中国艾滋孤儿村探望孤儿 深入了解当地的需要及情况 在筹备中得到假期旅行社 对艾滋孤儿村的关注 而引致首次举办慈善旅行团 被邀请随团出发 实在是要感谢他们鼎力支持 能够身体力行地推动社区参与 及支持加拿大智行基金会 是我作为大使的职责 盼望这次假期旅行社的活动 能够再一次地唤醒其他社区 对中国艾滋孤儿的关爱 这次的慈善旅行团 所选择的地方是云南 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游中国 做善事支持加拿大智行基金会 加拿大智行基金会共同主席 吴庆华先生表示 代表智行基金会 感谢假期旅行社举办这次活动 并多谢加拿大智行基金会 爱心大使热心地参与 智行基金会除了致力 为艾滋孤儿提供教育机会 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 艺术疗伤 职业培训 用药督导及捐赠营养品等服务 虽然得到社会认同 但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是很远 现在还有20多万个艾滋孤儿 需要我们的帮助 所以希望有心人士踊跃参加 能够令到更多的艾滋孤儿受惠 今次是智行第一次 跟Mandering Holiday社合作 如何炒款 还有因为Jane Hong 是我们的爱心大使 是今次领导带出田 去游泳越南的大陆那里 那对我们很永恒 因为今次可以帮助智行炒款 还有学生 我们现在争取了 剩一万多个学生 其中三百多个是大学生 还有20万的学生 去帮我们支持他们 所以今次我还希望大家帮忙 热力心来支持我们 所有款是以后 Mandering Holiday 捐出来 每一个人 参加 都100万捐了 给我们智行 那我都希望 一个社交财力 被人知道 他们都会 大生 就是爱心大使 Jane Hong 都本身可以 令到去看完 那地方就知道 被人感觉就更加重要了 假期旅行社 十天云南市外桃源 慈善爱心之旅 现已接受报名 团费中会以团圆的名义 捐赠100加元 于加拿大制行基金会 并获得由加拿大制行基金会 所发出的退税收据 团友更可凭过往 加拿大制行基金会 所发出的退税收据 于报名时 获得最高100加元的团费优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